精彩的歌舞表演 为全国原住民族儿童绘画比赛作品展 揭开序幕 举办至今已迈入第十三届 这次共计逾三千件作品参赛 逾八个组叠中各选出十名特优 这些优秀的得奖创作 将在台中市原住民众和服务中心展出 充满着对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个艺术的憧憬 也把这些生活放在他们的 现在学习的范畴里面 这些得奖作品除了可以激励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 跟这些青年的参赛者 同时也可以来成为一个各地 来规划文化旅游文化观光的一个行程 将部落生活描绘在画纸上 小朋友用画笔呈现原住民族多元丰富的生活样貌 每一幅都独一无二 这个就是他们在飞游记的时候抬着船 然后这个是那个女生的甩头舞 可以让我更有信心的爱上侯侯 这样的比赛让他们的升学之路更多元 然后对文化更有认识我觉得很棒 所有的庆典仪式用的花纹图腾都具有他们族群的意涵 那这个部分来说我们在看不是只有美丽这件事情 也不是只有色彩造型 我们可能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文化带来的意涵是什么 透过创作发现部落文化的内涵 主办单位也在现场设置图腾艺术创作体验 亲手用颜料完成属于自己的流体画作 流动式的基底是每一个画作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是因形式而作画 譬如它像什么我们来做什么样的图腾 这个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创意 这些绘画创作让原住民孩童发挥无尽想象力 不仅学习艺术也让他们更加认识部落传统文化 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们前往观摩欣赏 这位是台北台中总格报导